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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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150万其实都不需要 OK 那咱们就不要 就是现有的600万你觉得够了吗 还是多了 还是太多了 还是太多了 就再减一半 就是让300万回去 只留300万 那还可以考虑 不过可能还是倾向于多了一点 还是倾向于多一点 这点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YB 这个 黄思汉先生在这边跟我们一起聊 他的主张是说要慢慢的减 对吧 对 这慢慢的减 肯定是慢慢减 不过 以目前的数目来说 包括非法外劳 接近500万 600万人口 已经是太多了 已经超越了我们印度 印度同胞的人口 再加上这150万的话 连华人的人口都超过了 这个有问题吗 有啊 你看 如果它是600多万来说 600多万人口来说 那它 因为我们的食品 大部分都有津贴嘛 津贴的话 它在马来西亚住 它吃的就是我们的食品啊 哦 也就是说 假设 根据马来西亚的那个食品的 那个津贴啊 一年大概需要200多亿 200多亿来说的话 以他们大概接近马来西亚人口 28%的人口来说 他们每一年会消耗在我们 40 50亿的那个 你怎么那么忍心 要砍掉他们的津贴呢 他们不是来这里工作的吗 你工作他也工作 你津贴他也津贴 有什么不妥呢 哦 不是 不是说要砍掉他的津贴 而是说 我们津贴 应该是津贴给马来西亚的公民嘛 你也是工作 他也是工作嘛 为什么就只能津贴 你不能津贴他呢 哦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 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外劳的 那不需要就把他们赶回去吧 我们目前的工业不行啊 对对 还是需要吗 就是咱们不能不能拿起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 对 目前还是需要 目前还是需要对吧 所以所以呃呃 就是说呃我们今天很很简单哈 就是以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认知哈 你觉得这个政府应该怎么样去 处理这个外劳这个外劳的这件事 我觉得外劳目前的 人数已经是足够了嗯 甚至有太多的形象了嗯 应该就是说尽量把工作留给本地人嗯 即使工钱会再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因为本地人工工工之拿了哈 然后他是本地消费嘛嗯 所以我们的那个外汇就不会流失嗯 嗯那本地的那个零售业也会比较好一点嗯嗯 应该就是尽量减少这些需要外劳的行业嗯嗯啊 然后很多就银行方面也要是第一第一个政策啊 能够支持那些把那些工厂自动化嗯提升那些自动化的那个设备嗯啊 那我们就会渐渐的就会能够减少这些外劳的依赖了嗯 你的你的想法跟这个中文的主流媒体啊就基本上是吻合的没什么差别啊 好谢谢你了谢谢你嗯嗯好谢谢 谢谢啊你看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华人社会基本上就普遍上就是这么这样一个看法 呃威尔你觉得这种这种这种看法啊这种行得通吗 他不是事情不行得通的问题了我是觉得说其实每一个政策都会行得通只是说他会他用多久的时间来改变现有的这个状况 但问题是我们不是从今天才谈外劳的事对外劳是谈了上十年了吧对对对对 越谈好像问题越多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嗯这个问题啊啊我们谈了十多年啊到今天我们还是谈 我们要引进多少外劳而不是去谈如何去控制外劳是所以我们根本十十多年啊没有一套政策 对如何让我们的国家减少依赖外劳我们还是需要外劳但是如何去减少依赖外劳 其实可以说是领导人的问题但也可以说是国民本身也有问题 这个是肯定但是国民的态度很多时候是领导人造就出来的嗯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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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就觉得讲反了就是领导人的态度是国民造就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对的啊这样这样说是有可能有就是简单来说对我来说是很直接的有这样的需求就有这样的供应 嗯这是很直接的一个一个看法是但是某个程度上像加码一开始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也挺认同一个看法 就是说其实在作为决策人方面他可以和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制定一些策略你你不能够不做总之我这些策略你要怎么解决是你的问题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当然这个方式会带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没有办法预见因为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 嗯所以可能他会去到一个很糟糕的现象但是他可能会慢慢的逐步改善 这也可能 我想我想给你们一个观点啊我想给你们一个观点就是说呃我们我们一直特别是facebook里面啊社交网站 我们一直骂啊说这个这个这个政府很蠢啊这领导人很笨啊很愚昧啊很什么的就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其实其实你要反过来想他们不是蠢的他们也不愚昧他们也很精明 就是因为太精明了啊太精明了对就是太精明了太精明了他才这么做 他因为太精明了他才这么做呃那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自己去考虑 我就我就这样子说吧如果真的蠢的话他不会在那位置上待那么久 对啊对啊对啊是吧就是说所以你看啊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呃转移一些视线嘛还没讲完到这一块啊 我讲你看啊呃之前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政府来实行消费税对不对 现在消费税顺利的实施了而且这是给政府就营造了很大的一笔的收入 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呃政府的政策呢很可能就是要排查一下所得税啊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这这些税收啊各种税收包括这个GST啊或者应该所得税之类的 是有没有有没有人漏税偷税或者这样逃税啊这样子啊可能政府是接下来会 但是这些事情他不跟你宣布的他不会高调啊这样宣布他就直接一封信你就收到了收到了你就去交税 你是选区的这个外批你肯定知道你周围商家收到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信函 对啊但是人家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监款到底是不是要给税 如果监款不需要给税为什么还要针对我对对对对 所以我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呃你看啊就是他实际上要做的事情呢他并没有很大肆的去宣传 他把一些就是其实其实还是在蕴壤中间的东西啊就公布出来让你这个舆论啊在这里花天就飞地的这么就吵起来 吵起来之后呢有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之后呢他才来处理一些事情上一次那个电子烟的事情我就这么说了吧 结果事实就是我说的这个样子就是他之前就是要呃让你们去炒这个电子烟的事情炒完了之后呢他最终呢他就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到时候这个电子烟呢要有给执照啦要什么这些东西对吧 但这些东西一来的时候呢就政府又多了一个收入了就一个寻租了 他为了你的健康你就彻底戒掉吧就不给他抽吧抽了就就给你坐牢就完了嘛对吧 但他是就用用另外一个人的话说啊你不能不给他抽啊这是人权呢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啊 然后又用另外一个人话说哎你你的政府一定要限制啊不限制这个人民的身体健康你政府不能不不担当啊你要担当啊 那那政府没办法我要限制一下给来生 所以所以如果这个是政府的出发点啊为了增加收入为了增加一些人头税的收入 而制造出这一个这个短期的政策那我们只可以说这个政府太过自私已经太过短短视了 为了解决目前政府财政短缺的问题他们要制造更多的收入 我觉得我们要更长期吧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他也一样他不说 他不说就完了反正他引进来了他这人头税就抽了就就完了嘛 对不对他干嘛那么放肆的这么说呢 我觉得他们说他是有目的的 他真的是有目的的 这个目的就是让你来去 当然包括我们今天也上了政府的当了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上政府的当了 对啊就就就就拼命的来帮着 这一起来炒作这个事情 但我觉得我们这这种说法呃 有别于一般的一般的这个媒体的这种说法 我我我要把一些事情给他给他说透 我我说了就是他是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东西 回过头来呢 我如果我被不信啊 不信被我说中了哈 那接下来外劳政策会有所改变 我比较有兴趣的这家嘛 你刚才在很早的时候你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其实这个谁需要外劳 这是华人商家对吧 然后他做了这样子一个举动 就是其实你背后的话没说出来 我想听的是你背后的话是什么 OK现在我就说 未必 上次大选505是2013年 下一次大选这个最迟2018年 只有两年的这个时间对吧 那我先不要说这个反对党任何准备都没做好啊 我就说这个现在这个执政党已经要开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这部分话放出去 有没有他的政治含义呢 你想想看 你认为是什么 谁首先来讲 谁会把这件事情炒作成为一个大选和身份证的问题 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在这Facebook上面有没有看到 第一啊 第二谁会把这个问题炒作成为一个种族比例问题 刚才咱们这位Kenny就已经谈了这个种族比例的这个问题了 第三谁会把这个问题炒作成一个 这个是公平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刚才我说了 像Ambiga像这些法律界的人士 他们就会把它炒作成 所以我第一个炒作的这个大选的课题的话 跑不了就是反对党 对吧 就过去就是蒙哥拉德西去投票了什么 有三万个来啊 最后连三个都没找到 对吧 所以在引发你 引诱你去说啊 引诱你去说 说了半天满天飞地的时候 最后这个利 这个红利谁拿了 这红利是阿姆诺拿了 阿姆诺在马来人的那个选区里面就把这个红利拿了 所以我们我们这些政治人物有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要炒 让你去故意去炒作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抗计外劳的并不只是华裔啊 你可以看到马来人的飞速 马来同胞的飞速 印尼同胞飞速 他们也是很抗计外劳啊 你你你讲的你讲的没有错 你讲的没有错 这个这个东西还刚刚开始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马来人的角度和你们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抗拒外劳的角度 他是觉得他的工作被外劳给抢走了 对吧 但是你一个华人的老板的角度 他就会说 你不让我来外劳 我这几个亿的单就没有了 是不是这样 是 对 不一样的 这红利是给谁拿走了 到大选的时候 他是会见真章的 你现在不注意这个事情 你到大选的时候 你的票跑掉了 怎么跑的你也不知道 是吧 这这这是一块 再有这个种族比例的课题 我我现在我也没有摸清楚 为什么就非要把这个外劳的这个种族比例的课题 就是跟就华人 超过了华人了 等一下已经超过印度人了 等一下 为什么你不说就要超过马来人了呢 对吧 你没有这个 所以所以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烟囱政治 就是你各取所需的去诠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东西啊 红利被谁拿走了 我跟你讲 今天阿弥陀佛通过505这场选举 已经告诉一个课题 就是 OK 华人社会我就拜托给行动党了 我拜托给行动党 我不用管了 反正你们都跟着行动党吗 要钱找行动党去 对吗 是不是 所以他只会专注去马来社会 我到了临近大选的时候 多派一辆 这派一辆 车派一辆 他他他他这选票 他就来了 人是善望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了 对吧 巫统是很精明的 现在的巫统不是那 这是这东顾阿布朱拉曼时候的那个巫统了 现在的巫统都是那些精英分子啊 只是他们这在设一个局 你就帮自己就把他跳进去 这这个应该应该注意这个这个课题 我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我在听着 我在思考着 其实其实如果是真的是说到这个程度上的 我就觉得 我只能够说 如果真的像你这样说的话 巫统真的太厉害了 我怎么老早就告诉你巫统 太厉害了 因为真的这个 这个他他里面所印含的东西 并不是在华社里面看得到的一个东西 完全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这些 不可能看得到的 对 你再怎么说破 他也不可能相信 我告诉你 就比如像像刚才Kennie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 你认为这个能说到他心里头去吗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到心里头 因为在那个商家的角度呢 看的东西就是首先我的利益要在 那就像你说的 如果今天你引进了我们多外劳 然后人家反对反对 我把钱送回去 但是如果他又把你念品回来 对我商家来说 我感激这个政府 他帮我做了一些东西 我票就给他 什么叫弱势平衡 你上一次 你上一次黄山军上街的时候 还记得吗 就是本来是要公平选举 BSA的这个活动 结果上到街上去就喊 纵渡 这个纳吉要他下台 对吧 接着916就来了 红山军了 对吗 纳吉做的什么 就是拿一部分力量去平衡 另外一部分力量 对吗 所以你今天在华人社会 人民反对 人民怎么怎么 其实你所讲的人民 是华人社会 这个烟囱里面的 这一圈里面的人民 不包含那一部分的人民 但你当你这边 火烧的越旺的时候 那边可能是另外一团火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武统丸的东西 什么叫做种族政治 这个就是种族政治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不健康的情况 当然不健康 非常的不健康 当然不健康 但是你能 你能 你能就是跟坏人谈 你不健康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领袖 在领导这样的国家 以这样的思维 来领导一个国家 那国家的前途 就是暗淡无光 但我倒想说 你如果是说 这个是不健康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 也是很不健康 就是当你明知道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其他的还去配合 对你还去配合他 那也不健康了 那也不健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我说 这个政党或者领袖的 这个动作是人民 人民去 造就出来 造就出来 对 有什么样人民 有什么样政府 是并不是说造就 而是 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聪明人 我看到 市场这样子玩是可以的 而且这样子玩 对我有利 我单单就顺着你的方式去玩 我问你 任何一个商家 任何一个做大数据的 今天 这个Big Data 他调查你的消费个性 你的消费心理 你的消费习惯 对不对 那我现在政治家 我也用这个东西 我调查你的心理 你喜欢什么 威尔 你很喜欢种族种义 你很喜欢吵种族的事情 那我就给你吵种族的事情 对 我就符合你 我就符合你 你很喜欢贪华教 你很喜欢 那我就来 那去每次华人新年的时候 都会 就恭喜发财 就是我们这个华人 对我们有很大的贡献 对吧 然后那边就有一部分人 说别的话 就两边就吵 对吗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以前就讲了 我说去年咱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过 现在的政治是精算的政治 我精算你了 我就是把 我把这大数据 我一收集 我都知道每个人想了什么 所以下一届的选票是 他能够拿到多少 他已经掌握多少了 有一个预算 应该有一个预算了 所以你今天作为 作为就是反对党也好 或者是另外一部分人民也好 你要怎么样子去改善 怎么样子去应付 你要有自己的一套 一套的想法 这一套不简单 因为你不要顺着他去走 不要顺着他的这个方式来做 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不理 你不理的话 你就少了这个机会 人家会说你没做事 人家都已经讲了这样子 你没做事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 这个东西了 那当然希望下次 可能如果是 因为实际上的关系 其实这可能可以是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当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是执政党要做这种东西 我们明知道它是一个陷阱 但我们不做又不行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作为反对党 还是作为民间的这个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东西 你应该从基层的基础的东西做起 你不能从半桶做起 你从半桶来做起的时候 你是没有一个根基的 对吧 你必须比如说 咱们讲那个教育的课题 教育课题 你说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不公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是可以谈 问题是说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基础 那个地方谈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 萨都姆利亚的这种 这种意识或者是情感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要从很基本的东西谈起 我们不能说 因为你的政策不好 因为你这个领袖说臭话 所以我们就没有了 那个东西都是 都是假的 那最后可能我们需要看看 就是YB本身有什么 对今天课题有什么要补充 还是最后要补充上去的吗 所以我还是那么认为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政策 如何来逐步的去减少我们国家对外劳的依靠 因为如果我们持续现有的外劳政策 或是说根本没有一个政策 那长期对国家来说 我们的整个竞争力 整个生产力 国际的经济性肯定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如果所以身为一位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 他们现在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 这个大方向 这个问题 我倒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作为反正党联盟来讲 或者是希望联盟 或者是巴格丹都好了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外劳政策 这是属于我们的外劳政策 就是过去我们有个成批书嘛 对不对 我们我们不要说那么大的 我们只就针对外劳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巴格丹的外劳政策 那我们大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外劳政策拿出来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外劳政策 有这可能吗 这个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针对一些 就比如说这个财政计算案吧 我们现在也有做出我们的一套财政计算案 就让人民去衡量去评估 到底哪一份计划书是国家的未来 是 对 那我们就就期待着未来 可能就是不单只是只有政府在说话 只有执政执政的单位在说 我们应该这样子这样做 我们也希望说在其他单位 包括NGO或者是可能反对党方面呢 有这样子更好的对应的这个策略 让人民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行决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嘉宾 包括外面黄思汗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那位商人 Kenny 当然也要感谢就是加码来出席 我们今天这个大家一起来谈 外劳是不是朋友 好了 那我们明天再跟大家继续天马行空 OK 再会 拜拜 拜拜